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香港60岁以上 100人就可能有一个有青光眼 而随着年纪越大 它普遍会更加递增 因为青光眼分两类 一个是急性 一个慢性 而慢性是比较占多数的 在慢性的青光眼里 早期甚至中期都没有病症 到病人真的发觉只有这个问题的时候 已经到晚期了 所以它变成了所谓质猛的杀手 全球来说 100个是永久失明的人 有6个青光眼,所以都挺大 以前五股的时候也没得救了 所以有急性的青光眼的人 两只眼都失明了 失明了之后角膜都退化了 所以会变成绿绿蓝蓝色 所以变成了急性 所以那些病人就叫做青光眼 急症青光眼很有病症 一晚之后眼睛突然发得很厉害 高得很厉害 所以病人的眼睛会很痛 会头痛 甚至作呕 然后看得很萌 看到一些光有些光环 这就是病症 在慢性青光眼里 通常我们在手串 用药水滴进眼里 控制眼压 令到视角神经不需要有损毁 而控制病症 当病人的病情越来越恶化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增加药物 而控制病症 但若病人对于药物有反应 或者有副作用 我们就开始用激光 或者甚至用厚薄药 最后可以通过不同手术的方法 来控制病症 预防青光眼的时候 就要分极性或者慢性 在急性、青光眼的时候 如何预防? 要看自己有没有风险因素 风险因素在香港来说 都挺食对症 因为东方年长女性 会比较少少的机会 另外一个是 如果有深的疑似 都可以增加这种发病率 在慢性、青光眼的时候 就不能预防了 因为它是遗传性有关的病 所以只能及早发觉